神识脱离肉体后 是否环游痛苦 快乐 过 冷等感受 神识完全脱离肉体之后 没有这些感觉 但是在刚刚脱离的时候 有 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 过去祖师大德教给我们 祝帮助 灵友 祝念往生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不能碰他的身体 不但身体不能碰 他的床铺都不能碰 因为这个时候他有痛苦 他痛苦的时候他就生成慧心 生成慧心对他非常不利 那念佛的人呢 成慧心生起来的时候 他往生的缘就断掉了 那在一般普通的人 生成慧心 那看他的业劲 业重重的他到地狱去 总是业障不重的时候 他也会到出生道去 出生道头是梦想 毒蛇猛兽 他到这里去 因为成慧心取得到他 所以灵命中是八个小时之内 决定不能碰他 最好 十二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那就比较安全了 你再去给他穿衣服 再去给他入力 古代的教导我们的有道理 我们要相信他